欢迎收看雪在线新闻网 对于很多人来说,癌症是魔鬼 如果不幸遇到他,很多人会很害怕,不知怎样 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死亡 但是当这个人确诊患上被烟癌的时候 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觉得很害怕 也没有想到死亡这件事 他认为这是上天安排给他的挑战 他热爱跑步,认为自己患上被烟癌 就好像在长跑路程上需要停下休息一样 他开始学会享受人生,参加不同的比赛挑战自己 用马拉松一步一步地走出癌症 长文志在2007年确诊患上被烟癌 他最先发现身体不舒服的地方不是鼻 反而是眼睛 最初是在很干净的地方,有时去做完rehearsal 回来走过走楼、金浦门口 发觉这些事看不清楚 后来越来越严重 去到日头都发觉这些事没有focus 这两件事,就去看医生了 证实患上被烟癌之后,他立即接受各汗治疗 虽然医疗费用负担得起,但是艰辛的治疗过程 令到文志的身体状况急速转叉 体重亦不断下降 其中33次的电疗和6次的化疗,令到他甚至连水都喝不到 最辛苦是电疗的过程 因为电到口都烂了 里面的口,那条尾是黑色的 整个口都烂了,吃不到东西 最后是说不到东西的人 喝不到水,又说不到东西 有什么就是指指下 心灵相通,靠老婆说 我的皮肤就好些 有些人电到红了 我的皮肤是红了就没有烂 有些人电到红了 但是我的时间最辛苦 虽然有一段时间都要吃营养奶 但是因为喉咙的脂肪已经伤得很严重了 所以已经喝不到奶 一喝,他的眼水已经飙了出来 好像吃玻璃那样的状况 所以吃一次就痛苦一次 令到明月不吃 文志亦曾经参加过大学的口服标靶药研究 副作用亦十分明显 最严重的是喉咙干 整天都要喝水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几年了都差不多了 还有朋友一起去电疗 除了个别人好完之外 其他几个都拿着水去茶楼 喝水喝到别人整湖泡在那裡 我们都很喜欢去茶楼 因为水是饮針 虽然病魔为文志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但是他仍然积极地面对人生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说 走一步见步走一步 你都要走 就算去到医生告诉你 日子不多了 没得医的了 没药就可以给你了 那你都还要 熬过这段辛苦的过程 终于在2008年初接到喜讯 医生认为他的鼻咽癌可以坏了 文志在患病之后 决定提早退休 好冬的他好完之后 已经开始计划退休生活 不阻碍了 2008年初 就已经没什么特别 然后就 就没事了 2008、2003、2004 那时 已经走得出去 其实走得出去 然后开始跑一下 跑一下 跑一下 去做一下运动 走一下 走一下 原来文志在年轻的时候 已经爱上场跑运动 无论在患病前后 他都一直坚持跑步 每逢星期六 他会和元朗长跑总会的跑手 一起练习 同时大家都互相支持 和鼓励 文志认为自己是一个沉默 不多说话的跑手 但是和其他跑手的关系 都算是不错 这次练习 文志完成了大约19公里的路程 他很享受和其他同伴一起跑步的时光 身边的跑手都说 文志在患病期间 从来没有停止过跑步 虽然医生认为文志不需要减少跑步次数 但也担心他能否应付长跑的比赛 正当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在2010年5月 文志在复诊时发现 癌细胞再度活跃 经检查后证实 癌细胞转移到肺部 对于癌症复发 文志和他的太太没有特别担忧 有时候人家会害怕 人家怎麼看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會去收拾一下 但他是一個很純純 很真心的表現 這個是令我欣賞他 跟他聊天的時候是最大的印象 因為他講了很多東西 關於他自己 譬如說 因為他在網上保持著 忽急討論的靈修文章 或者什麼 我覺得是很厲害 可以保持著不斷寫東西 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和不同 文智有宗教的信仰 回了教會差不多20年 得知有這個病之後 每星期仍然會堅持參加崇拜 文智沒有想過信仰對他的病有什麼幫助 純粹為了接觸更多的人 在這裡令他認識到一大班好朋友 尤其是年輕的一代 文智有時都會公開分享自己的經歷 也曾經在書裡描述 他的抗癌之路 在教會裡 文智雖然廣交朋友 但他認為自己不是一個主動的人 甚至有點冷漠 身體情況也不容許他經常參與 教友晚上的聚會 雖然是這樣 文智從來都沒有忘記過 教友對他的關懷和照顧 無論在他患病之前或者患病之後 信仰給了他很大的信心 去面對往後的日子 他們說是看過我們走過 你不走出去的時候 就不知神下的負責 死你是誰 所以到今天 我都 相信神是帶領的 但又何時要好了 我沒有想過何時要好 當然好 老闆全衣好了 很開心 心裡始終少有一個恐懼 什麼時候會死得 雖然我都不太猜中什麼時候會死得 但人始終都是貪男恐懼的恐懼 文智和太太Clara結婚快十年 一直相依為命 相處融洽 他們從結婚到現在 都不會像唐痴豆一樣 經常在一起 兩夫婦很獨立 在家裡他們有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崗位 我知道他們很需要自由 所以不會綁住他們 增出的機會會小 如果大家的空間大些 這個衝突就會小些 我知道他們需要空間 所以給他很多空間 我知道他喜歡安靜 給他很多安靜的時間 所以他不會理我 也不會參與 妨礙到他做事 所以大家都很開心地相處 是不是好像不在家裡 很正常 不是的 由於他們沒有生小朋友 經濟負擔不是太大 文智病之後 太太Clara還遲了一份工作 在家裡全職照顧他 遇到突發情況 都不會手忙腳亂 做化療的時候 又頭暈又嘔 試過兩次 就在家裡暈倒了 暈倒了那段時間 都好像很鎮定 你暈倒了嗎 不要緊 睡到地上 因為他應該是血壓低 以至到暈倒 就叫他躺下來 十多分鐘 他的精神狀況 有改善後才扶回他 醫院管理局發現 本港在2005至2010年間 癌症發病數字有上升的趨勢 而鼻炎癌在各項致命癌症之中 排行第七 這一天 文治去探望在網上認識 同樣曾患有鼻炎癌的吳偉倫 他曾邀請文治 在他書裡分享經歷 吳偉倫 他曾邀請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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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偉倫在2010年 成立癌症資訊網 背後原來有特別的原因 他曾邀請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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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aven 他曾邀請文治 他曾邀請文治 文治 內線 foi 氏 有 反凋 他曾邀請文治 吳翔癌呀 可以 他曾邀請文治 社會上流傳各種治療癌症的方法 曾經有人因為誤信不正當的治療方法而死亡 最常見的是以維中西藥結合相管齊下的治療方法 曾經有病人做完第一期化療之後 病情反而惡化 後來才發現他因服食其他藥物 亦有病人會選擇相信偏方或求神問卜 而文治亦曾經遇過相信偏方的人 有些人不相信政府的醫藥 所以很多人會去看私家 甚至更加極端的就是看神醫 對政府很多埋怨 如果多些途徑讓你認識就會好些 那本書裡的一個叫黑雞 大家都叫他不要試那些藥 但他都不相信結果過兩天之後死了 網上有提供正確治療癌症的方法和各類資訊 可以很容易搜尋得到 吳偉倫發現雖然網絡發達 但很多人都不會討論癌症這個議題 對 所以在这边的屏幕上看到有什么东西的东西 但是这边的东西都有什么东西 但是它根本来有一点 我们的东西是这样的东西 我们的东西是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们的东西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东西是这样的东西 是作企定,是案件件每一張下你都要顧下 有様的回想事情 但是,你遇到盈子了 但是,她的内容 查看相扯可以 但,我认为是不温暖的 我认为ゴマは寂静 吳偉倫希望日後可以有更多人正確地了解癌症的知識,積極討論和分享經歷,減少錯誤的訊息傳播。 年輕時候的文智對勝利很執著,曾經因為失敗而放棄參加比賽,不過在患癌之後,反而想重新挑戰自己。 如果不參加比賽,自己不會那麼勤力去練習,會練習一下練習一下,下雨就不跑,早上起床就不跑,下雨就不跑,很多原因會令自己不跑。 文智想再次投入比賽,挑戰自己生平以來第一個全馬拉松,但每次都因為各種原因而不能參加,終於在2012年,在機緣巧合下,他參加第一個全馬拉松比賽,地點不在香港,而是在芬蘭。 是跑了,但因為不在香港,他逃跑了,多累,因為我想跑了五分鐘,又知道,跑完後,我開車了。 如果趕你後輸了,復興後,我開車了,就已經跑了20毀又多,再跑速速。 有四个小时走一步 那真的有什么人走一步 跑一步 因为它们不習慣的石头路 香港的路路都是平均的 石头路怎么想得突突 它们反而会痛的 这一日 文智和一班好友 一起参加元朗区的马拉松赛事 太太Clara也有份参加 计算35分钟左右 目标都是30分钟的 希望跑得更均匀 因为这次路线短 希望跑得更均匀 看是30分钟跑不跑得更均匀 不过有斜路 手下斜路就有难度 文智现在会抱着 志在参与的心情去参加比赛 没想过会不会拿奖 他认为自己可以跑完 整个马拉松已经比很多人好 算是安慰自己可以跑下去 当跑到累的时候 他会这样跟自己说 都是跟煉尿时的一样 有得吃了 回去就这样 哈哈哈哈 感觉如何跑完 刚才我问完人 他认为31分钟 可能我目标30分钟 挺开心的 辛苦吗 辛苦了 口喘了气 因为最后还要冲上斜路 对今次的选择 普通的症状 好像未走到最快 可能起步时快了 后来不够快 文智觉得自己患病之后 改变了很多 对于自己人生 应该如何走下去 他有这样的想法 大家都相信 人生始终都有最后一个日子 什么时候去结束 是大家不知道的 那么癌症就不会立即取出你的命 只是让你去思想一下人生的过程 让你跟跑马在一起 跑一下跑一下 告诉你 喂 没有人叫你这样做 你没有人叫你报名 但是 你也要跑下去 还是捱下去 又是 一步就走一步 怎么也会到终点 啊 他就会说